明年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規劃以及更往年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問站已經到第三年了 那之後的話明年有沒有一些新的措施 我想借問站剛剛我也提到 那目前這個非常踴躍 已經有大概三百六十幾個 但我們未來會看看就是說它的分佈 我很希望就是說它的分佈能夠更平均 甚至比較像台灣可以凸顯台灣生態的這些區域 或是比較偏遠的地方 這個原鄉這些或是離島 我們希望多設類似這樣的一個接吻站 剛剛我想我們這個代言人拍的片子當中 也充分顯示到各種不同形式的接吻站 事實上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旅遊的一個經驗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也希望提供各種不同的這個類型的 具有特色的這樣的一個接吻站 能夠加入到我們這個行列來 讓國外的旅客在台灣旅遊的時候呢 它可以除了我們的風光 我們的生態很漂亮以外呢 那我們人文的部分 藉由我們介吻站來把人文的部分特別把它帶出來 謝謝主任 那現場的男性朋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想要發問 給問主任或者是凱樂呢 請問一下有沒有未來會更加可能是串聯著 您的建議非常好 因為我剛剛也提到 因為借文站它有不同的特色 那事實上 這些借文站它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 體驗的一個地點 所以呢 我們未來 我想我們會嘗試的 把一些特別在每個地方的 借文站把它串連起來 那事實上也可以提供 給我們這個 這個 重複旅遊的這些朋友呢 來做不同的一個體驗 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建議 謝謝你 我們要不要談一下就是拍這個 短片的感覺 非常開心因為主持 食尚玩家好多年了可是沒想到 因為借文站的關係可以到更多 原來才發現原來 還有很多沒去過的地方 沒吃過的美食然後也發現 台灣可以玩的地方真的 很多很多然後好吃的東西 所以也很多所以希望 大家可以多來台灣旅遊 那這是印象最深刻的 拍是不是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剛剛說那個 書法店因為我阿公有在寫書法 所以那天我拍 這個短片的時候我就做了一隻 毛筆送給我阿公然後他很開心 嗯 可是剛剛有說到就是平常 在家裡跟家庭出遊的時候 會因為就是導航炒 這樣可以再給你公司描述這樣 好嗎 因為我們全家都是陸池然後我爸爸就是 也跟我一樣比較糊塗一點 所以我們常常明明一個小時 可以到的地方我們都會開到快兩個小時 然後後來就借助導航 可是導航因為他 有時候沒有辦法知道哪邊是單行道 或者哪邊不可以走 所以常常都會帶我們家 也是到錯的地方 然後爸爸就會在車上跟導航一直 我覺得如果導航可以說話 他應該會跟我爸爸一直互罵 就是會有一些糾紛 這次入圍的那個金鐘 要不要講一下這個東西 喔對 這次真的非常開心 入圍兩個主持人獎 然後我們與論文翻版演入圍電視節目 非常非常的開心 謝謝評審的肯定 然後會繼續加油 對得獎有信心嗎 當然希望可以得 可是因為一起入圍的 都是非常厲害的前輩 然後我覺得誰得我都很開心 但我們得我會最開心 有沒有覺得哪一組是競技 我覺得每一組真的都非常厲害 因為瓜哥憲哥交哥 然後還有很多都很認真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想要把節目做很好 所以我覺得都是盡力